看着男人心 哎哟 这是个神童啊 这是 你够索矣的 你干嘛了 哎哟 敲了七年了 这个孩子太好了 这是 不是 咱评委是第一次见的吗 哎哟 我们惊叹了很多次了已经 从海选到复赛 这孩子 孙朗老师投赛 我是第一次 哎哟 感受如何呀 吓了一跳 真是吓了一跳 天才 刚才我们都在交流这个嘛 天才 天生会打鼓的 真是 我叫王江涛 我今天上去啦 我叫小老林的 我给大家表演讲整幕式 打鼓 谢谢大家 联队 上 你先等一会儿 你是谁 王江涛 啊 王江涛 王江涛 你几岁了 三岁了 你来表演打鼓啊 你认识鼓吗 你就打鼓啊 谁教你打鼓的 嗯 到七岁的时候 到七岁的时候一直在学着 嗯 真棒啊 你这个说瞎话是跟谁学的啊 大伙信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么点会打鼓吗 我估计没几个信的 我先看看你打鼓 打不好就打你屁股 或者这些东西 不需要他就记 他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最关键的一点就将来这孩子 他怎么个发展法 得找个好老师去教他 因为他现在学会的这些东西都是民间的 就是红白喜事什么有样的这样的这样的点 对 你别真像李欣所说的了 将来干一辈子红白喜事 那可真就是耽误了 这孩子如果找一个能够好的打鼓的老师啊 学民族鼓或者我们那些板鼓什么的 你去学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这方面的高手 我率先给一票 好 这是 谢谢 我相信这个节目一播完了以后 会有很多好的老师来找他 因为像他这种苗子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的 我也希望他真的以后能成为一个鼓王 鼓王的意思是各种各样的鼓打起来得心应手 而且在那种 比如说我们这种民间传统的这个鼓点上 他能在这个基础上去发扬光大 并不是把这种鼓纯粹作为一个街头娱乐的一个方面 而是真正登上一个大雅之堂去表演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小朋友他能担起这样的一份责任 我有一票给他 哎呀 你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大家 哎呀 不客气啊 哎呀 你跟谁学的打鼓啊 从头我敢学的 是什么玩意儿 我敢学的 个人学的 我敢敢学的 对 从小敢学的 从小不一路 是不是啊 不一路子 哎哟 孩子太棒了 哪位是家长 我们跟他聊聊的 拿一位 你好啊 你好 三岁了 三岁 他这鼓跟谁学的 就是从小在那 我家就是旁边有那扭秧个儿的 经常带着去玩 就这些爷爷们 爷爷伴伴们 他就学会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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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